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害人是一名年育八旬的老人家 到其住宿查訪時 老人家當時還不知道說 已經成為詐騙集團的肥羊 聽到血汗錢被騙走後才開始慌張 經詢問後取等三名嫌犯 依詐欺罪嫌 水岸解送屏東地方檢查署偵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